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洲还有一场影响非常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就是新教改革 这场改革的起因其实比较直接 就是一些来自北方德意志国家的基督徒 对罗马天主教的腐败感到震惊 于是决定另立蒙户 对精神上统治了欧洲好几百年的罗马天主教会发起了挑战 新教改革的主要代表势力有路德宗和加尔文宗 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欧洲在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之后 再一次出现了宗教大分裂 天主教又有了一个新的敌人 就是新教 然后新教内部又有不同的派别 这些派别又不服从一个权威性的组织 这些基督教内部的不同派别 教育和组织肯定是五花八门 肯定也是谁都不服谁 我们中国是华夏文明传统尽管有道教佛教等等宗教 但在现代中国建立之前 占据思想意识形态至高点的一直是儒家理性文化 所以我们文化的代表人物斯大夫阶城 一直是对各种类型的宗教抱持怀疑甚至蔑视的态度 所以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宗教改革给欧洲人带去的冲击 有一个类比可以帮忙理解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如果一个多年来你坚信不移的思想体系崩溃了 有人告诉你说那些都是错的骗人的 然后真理其实在其他地方你会有什么感受 比如在黑客帝国里边 里边的男主角突然发现自己只是一堆被设计好的代码 他的世界观一定会遭到很大的冲击 甚至精神都有可能崩溃掉 新教改革给欧洲人带来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新教改革还有一个副场物 那就是刺激了民族国家兴起 在新教改革之后 基督教内部各个派别之间互相不符 都认为自己的神才是真正的神 这种歇斯底里的宗教激情 如果只是说一说 抒发一下倒也没有什么恶果 但是如果这种激情有了载体 比如捕获了某个社会组织或者政治组织 宗教战争就难以避免了 在1618年到1648年期间 当时的德意志国家 也就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诸侯之间 在宗教问题等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纷争 他们征战不止 一直打了30年 这种战争的出现 其实警告我们意识形态纷争的危险 人和人之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有经济利益的矛盾 有争夺权力出现的矛盾 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 那就是意识形态的矛盾 非意识形态类的矛盾 其实很好解决 如果是两个国家 如果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也觉得对方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出现争执 大家打一打再谈一谈 其实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是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一方觉得另一方是恶魔 是撒旦 那这个时候就危险了 不打个你死我活 是很难罢手的 我们长期以来被灌输说是思想斗争 都是社会斗争 或者经济斗争的反应 现在看来 这种说法虽然不是说没有道理 但却是很不全面的 也没有把握到人性这种东西 本质的东西 最后我们回到科学史上来 在十六十七世纪 科学和自然哲学 的确出现了很多新东西 有的甚至也可以称为革命 在同时期 宗教建制也遇到了巨大的冲击 宗教之间的冲突还引发了战争 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科学和宗教在当时是怎么互动的 我们在本讲开始的时候 提到过一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也是我们现在从小都接受的一种说法 就是宗教在科学革命之前 一直压抑着科学 从文艺复兴开始 科学精神开始渐渐复苏 现在来看 这种说法确实有些不妥 比如从很宽泛的意义上讲 加利略 迪卡尔 莱布尼茨和牛顿信仰的上帝 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他们对基督教的虔诚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都会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其实我们还可以说 在十六十七世纪 真正敢说或者愿意说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 是非常少的 参与了科学革命的人 他们都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有的还很在乎这一点 现在 鉴于这些事实 不少科学史家更愿意强调 在十六十七世纪 科学和自然哲学与当时的宗教并不冲突 或者冲突不像现在有些人说的那么大 好像异端都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了似的 这些说法现在很常见 不过细想一下也有不少问题 首先 虽然宗教裁判所不像后来 有些人说的那么恐怖 那么凶残 但是一些著名的自然哲学家和科学家遭到了审判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比如说伽利略就是一个受害者 另外 当时名气已经很大的哲学家 在发表论著时都要考虑来自宗教势力方面的影响 再者 我们知道 在十六十七世纪之后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 敌视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 无神论者也越来越多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 尼采甚至自称是敌基督者 对基督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这些批评和攻击有一个发展过程 我们说他们在十六十七世纪就已经有源头了 这种猜想并不算太离谱 最后 我们讲 所谓宗教也就是基督教 内部是铁板一块吗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基督教内部还会分天主教和新教 还有 没错 加利略 迪卡尔 莱布尼茨和牛顿等人 的确都明确地为上帝辩护 但这就意味着他们都是基督徒吗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莱布尼茨曾经和代表牛顿的一个人通信 莱布尼茨便指责牛顿的学说是独神的 另外 更关键的问题是 他们所信奉的上帝还和中世纪那些人信奉的上帝一样吗 科学革命中这些英雄人物为上帝的辩护 多数应该被纳入到所谓自然神论 或者说自然宗教的系统中 自然神论是17世纪兴起的 一种从所谓理性角度去认识上帝的做法 自然神论的出现 非常明显地受了科学革命的影响 自然神论拒绝通过启示去建立对上帝的信仰 这和科学革命代表的理性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 比如陈思路的作者帕斯卡 他认为自然神论和无神论一样 都是真正基督教的敌人 帕斯卡的观点也由现在的一些神学家继承 他们认为从16、17世纪开始 基督教神学也在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是想要适应科学革命和理性 在当时引起的更激烈的思想革命的后果 并且其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抛弃神学 拥抱无神论 欧美学界现在持这种观点 比如Michael J. Buckley 他有一本书 At the Origins of Modern Atheism 所以我们讲 基督教神学从16、17世纪开始变化 主要的动因就是科学乃至代表理性的哲学上的革命 迫使它做出改变 所以如果Barkley之类的神学家说的有道理 从长远来看 的确是科学迫使基督教神学让位 理性迫使启示让位 尽管这个过程持续了几百年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变化由科学的变化主导 神学多数时候是被动适应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最后我们这时候也可以呼应一下开头 韦伯说理性压倒启示也就是科学压倒宗教 这是对欧洲文化近五百年命运的总结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 有智慧 有思想的说法 比现在一些流行说法 比如科学和宗教在历史上并不是精畏分明的 要深刻一些 好了 这一小节我们就讲完了 这一讲也结束了 希望对大家把握16、17世纪的科学史有一些帮助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